那有初宝说老花姨三角梅怎么养啊 你教教我 你算是喂对人了 老花姨呢 养的不多 养了几万块 然后呢 你要一提这个 很多南方的花友就会嘲笑我们这个话题 你要在福建地区 两网地区在玩呢 路边的那不都是吗 但是有的花友他就养不好 你要明白的盆栽 就是说咱们人不会模拟大自然 你会模拟大自然 你也找不出点 第一点就光照 很多的花友家里边没什么光 非要养三角梅 你选错人了 一定一定要有很好的光照 你就不能低于三个小时以下 你就得光照越强 这玩意儿晒不死 你就玩意儿晒就行 云南那么热辣滚烫的太阳 一点问题都没有 汗不怕 不怕你干汗 他就怕你没光照 他怕冷 他不怕热 你四十度都很难热死他 他也不怕你汗点 他也不怕你光照强 就这么耐造的一个花 有话说老花姨我的不开花品种 分为琴花品种 跟多琴花的 老花姨选的这几个都是琴花的 第三个字就是什么呢 你得略微的控一控水 如果说你过分死 过分操 他不爱开花 他就光照叶子 长得绿绿的 一大坨一大坨的 你这光照好了 稍微干干一点的时候 你看广东那边是在雨季的时候 你很少看到三角梅开花 就是说他们稍微干一点的时候 那边花开的会比较多 一般在冬天开的比较多吧 有的话说 老花你不是怕冷吗 广东没冬天啊 我说的 你把我这个脸 再一个事实上 就是这个枝条 它会有腾性 它会长得很高 这种情况呢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粒了 三角梅开花呢 一般是在顶牙 明白了吗 即使是这个以后开花 上面一点点的 下边基本上 你光看着叶子杆子 这个东西可以做横拉 在月季上面经常体现到 就是你给它横过来 尽量的让这些地方 全部感受到光照 它未来以后呢 在这个叶叶中间 它会长起来 长起来新的枝条 它接触到光照好了 它就开的花多了 你也可以给它剪短 也可以让横拉 让它接触更多的光照 要不然它就光在 这一个位置开花 知道了吗 花友 好了 一定要盖它这几个点 三角梅 怕冷 它喜欢大太阳 它喜欢高温 它不喜欢高湿 略微控水 适当的多接触光照 就会更爱开花 有人话说 老花友你怎么没提到肥料 其实它对肥料的要求 一点都不高 你就是不施肥 在云南那么平积 人家一样开得很好 活得很好 它开花的数量并不大 有的话说 它满都是花 它虽然说满满灯灯都是花 它正儿八经 消耗养肺 就这么一点点都不行 明白了吗 所以说稍微给点 通用型的肥料就够了 最关键的就光照 光照光照 横拉控水修剪 觉得不错 就点个关注 三角梅的养护 分享给了大家 老花一 也准备了一点点三角梅 不是很多 但是质量都很棒 价格也差不多吧 反正老花一也卖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一 白拿出包 嘿嘿嘿 嘿嘿 你-